你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到来 花莲市从即日起开始针对市区的石雕艺术 以及创意后车亭执行清洗维护的工作 市长魏家彦表示 包含北滨外环道路、中山地下道 以及市区重要道路桥面 以及桥梁都将逐一清洗 邀请花莲的乡亲一起碎末大扫除 迎接新春兔年到来 再过两周就是农历新年 为了迎接兔年到来 花莲市清洁队六号一早就前往金华街 针对路边的兔心装置异象进行整洁 队员们拿起喷枪 进行360度无死角的高牙清洗 但上头依旧有顽固脏污 花莲市长魏家彦及清洁队长吴庆展 则拿起地板刷进行加强处置 但效果依然有限 这个是有一位花女的学生 他们班上有在那边市长现象有做反应 说今年是兔年 那是不是能针对他们学校对面的 两只兔子 可爱的兔子做一个清洁 那嘉宁今天到此来看一下我们兔子的清洁 那其实刚刚在整洁的过程当中 因为可能要重新再粉刷了 因为灰尘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冲洗掉 那在这个过年前夕 嘉宁会来安排看如何重新粉刷 也希望说在过年的这个期间 大家可以预约我们大宗的垃圾的清洁 那在这边我们希望把旧的都扫除出去 那迎接新的进来 花莲市从即日起也将开始陆续针对市区各个装置艺术 以及中央路段与桥梁执行清洗作业 至于国家清洁周也请市民朋友全力配合 同时掌握大宗废弃物的清运时间 全民一起税末大扫除 投入亲近家园的行列 迎接新春兔年的到来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